早上歡迎大家收看《馬迷早晨》這個環節 雖然這是星期四版的《馬迷早晨》 為何遲了呢 因為要擴充這個公司的位置給大家 因為堅仔班明天星期六下午免費的那個 經常爆滿 所以擴充的位置讓大家坐得舒服一點 亦都看得舒服一點 希望又可以報到名字 很多人報不到名字 我知道 所以立刻叫公司同事幫忙忙 首先要少少裝修 轉場 有些電線拉出去等等 會發出草音 後面的六幕都要移走 令我這兩天都錄不到 所以有些片可能會少了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馬迷早晨》就是介紹頭場的賽事 給我精選 邊線馬 沒選擇的 甚至畫了 都說了給大家聽 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右手邊的四星龍珠 私家三賽事 十場 想見Kitty戴著太陽眼鏡 應該強光頂不住 剛剛做完眼睛手術 大家體諒一下 星期日一起支持一下它 好 我們現在馬上開肩仔 看看究竟1點鐘開跑的頭場賽事 所以我開Live 應該是12點4 好 頭場選擇擇星之光 這隻馬兩次都輸萬步速 真可憐 但很強 怎麼這麼說 上一次 季初初出 輸 萬步速追不到 前四名就是前四名 1400萬步速 你說 怎麼知道他強 博愛有威 在他前面 接著再出 增情 千六都贏 贏完加分 不怕 一樣追到 即是證明什麼 強 你說 他強 在他前面當然強 你看看身後的香音 香音 不增情 照跑千四 贏到輕鬆兩個馬位 再出 不好意思 增情 一樣升班 三班都照贏 在他後面那隻都這樣 前面那隻蝕報速 怎麼會追不及 這隻是五班 現在不是跑四班 抵到爛 二檔 希望不是大熱門 但不是大熱門 有四五倍 我覺得相當直撥 另外 匯展達人 這匹馬 你說 業創出兩隻 會否交代這匹 另外放快步速 剛巧又比另一匹容易上來 不奇怪 不過這隻 真的是前快後快 為什麼這麼說 你看看二 三 四 五 六 名 全部都是跟前後 後上馬 你會見到 連劍烈鋒之後贏 他這場都放斷 即是證明什麼 很快步速 匯展達人放快步速不斷 他根本的特性要快放 加多四磅 砸不砸得死他 不知 不過六歲馬 休息了五十多天 兩個月 保持得到 放心 見有了 放快步速他又不怕 這隻馬根本跑短途起家 所以 亦都是比較高班的場次 在四班 曾經背重磅潘頓 都知都得 傷患影響了他 減分到這裡 谷草一六五零 證明了他舊氣量 快步速他就追到上來 所以沒有問題 慢步速當然不行 還要四疊 與蔡明少少少少 不要怪他 莫雷拉也走三疊 有時候當位問題 蔡明少走九檔 走四疊 我可以原諒 莫雷拉四檔走三疊 都可以原諒 輸快步速而已 追不及 大敗 解釋不了原因 可能新鮮感缺乏 你看他跑得最好的一次 就是第一次過谷草的時候 所以他可能要不停轉場才適合他 今次回來 休息夠了 我想都可以試試 看看步速幫不幫到他 再不行了 那才算 這隻馬就是堅有料 堅有料 就是公司堅仔 這間上市公司的老闆 那隻馬 沒有私心的 我評他 所以擺他第三選 私難點都有些幫助 勇敢動力 這隻馬 一樣 上次走三疊慢步速 千四米追不上 他沒有剛才鮑有威 鄉陰那場那麼強 不過你會見到 千四米黏的快步速 他可以跟勇俊大師一起追上來 這些馬 就要快步速才能幫到他 但偏偏這場就是快步速 第一 因為會展大人九堂 局放 不好意思 因為外面還有一隻 你不放就他走了 一會再說 後面有一些 藍色的邊線配腳 但是前面 5-7-11-13 這四隻 記得用堅仔 先抹下 廣告回來 支持一下 看三十秒廣告 兩個而已 回來再跟大家說 藍色的邊線馬 記得用堅仔 抹下心心 我們一會再說 一會再說 就是這隻 第一隻邊線配腳 就是低豪寶駒 低豪寶駒 你會見到泥地千二 追得切 草地好像追不切 但不要忘記 它要一分鐘 前三段 真的很慢 我都沒有見過 一分鐘 很久都沒有見過 所以它是藍色 做了慢步速 但慢步速 只有前面兩隻 準優自在 和劍在九天放 這些慢步速 後上馬肯定是死 但是這樣 成人跟大家說 千四米 誰知馬勁 看最後兩段 你說不是 這些45秒 8後上馬不厲害 加五班馬肯定是這樣的 但是 如果想增程千六 怎麼計算 看三段 看三段 按一按計算機 就可以計算 其實兩段23秒 就46 再加68秒3 有零頭可能接近6 8秒45 但是70秒內 經常說後上馬 足夠用 千六米 也五班馬不算太強 快步速 通常夠追 所以這些大學寶區 亦都不要放過去 而你說真的 看同情 它的確不差 試過慢步速 1分12秒8 炮千六 追到過第五 前面美活人生那些 放頭 前四名都是放頭 只有它一隻追到 所以這隻 根本千六拿手 第十檔要看潘頓如何處理 再之前那次潘頓上騎 退出了 另外 潘頓也試過在特慢步速 都追到第五 也都是 前面幸運精選 保得住 程朗拍檔 不算扭得很厚 甚至乎二三名 根本就是放頭馬 所以 慢步速它就追不前 千六 它不是沒有試過放頭 不過現在應該不夠快腳 有時 跑法彈性 都證明了這隻馬有分 幾次 都在一隻千六 一再追入三甲 證明什麼 有能力 重要是什麼呢 五班特別好 因為五班能夠跑一里 對手實在不多 至於保得住 會不會是葉楚行放快了 因為外面要搶一隻 換一隻達人 然後令到保得住追得近 都不奇怪 不過這隻馬 上次真的輸很遠 走三甲 走三甲還走三甲 博愛有威都還在 摘星之光 輸給博愛有威 但是保得住 沒有理由輸 馬威那麼遠 就算走三甲 就算走大外甲 既然哪個榜 還要重的會展達人 我就比較有戒心 認為這些 最多最多有步速 都是追個邊線回來 你看到紅色字 就是快步速 快步速的時候 他贏了 贏到冠軍名俱雙折棍 在四班 五班夠用的 這些馬 雖然恩之資 一千磅鬆一點 但是 五班對手又弱一點 不一定要靠一檔才會贏 所以這次 都可以做邊線配角 至於金剛複星 我都知道很多人喜歡 因為五班 他確實實 跟開心大師 追近過 還要是慢步速 你說 今場快步速 還對追 你就看看人家快步速是怎樣 其實反而追不到 馬能力有限 反而慢步速 爆一段會好一點 莫雷拉 看看這隻六歲馬 怎麼處理 通常低班都是這樣 我就不太喜歡 亦都因為莫雷拉 知道蔡漢這個組合 會比較偏熱一點 尾場 你看到 蔡漢還擺著風火 戰區 沒有輸過 出三次 零三次 前面當然會再偏熱一點 這些馬 所以就屬於不抵薄 我亦都不推介給大家 好了 記錄下這三隻之後 後面又有一些沒有選擇的馬 廣告回來 再跟大家看看 記錄下 前面那三隻 四三九 就算你不買位置Q 要不拖牠們 不要緊的 四連環 甚至乎 你冷的配腳 裡面實有的 除了莫雷拉那隻 你可以考慮拖牠 廣告回來再繼續說 廣告回來講的美力漢子 這隻馬上次輸15個馬位 並不是我不要牠的原因 而是牠之前在蔡漢 蔡漢都不要 美力是牠的馬 又不是不放開牠的 所以我認為 雖然這隻馬在蔡漢上 確實的 你跑同程沒有贏過 輸給保羅城泉 這些二班馬當然厲害 但是跑1400 牠真的贏過 過1200 也輸給超能量一點 所以不是一隻完全沒有作戰能力的馬 不過在蔡漢上 在文家量上 你跟牠的成績應該有距離 如果這隻馬沒事 我覺得這些馬都是不夠贏的 所以就沒有選擇 阿里哈哈這隻馬 不是因為上次輸得遠 我才刪除牠 如果你說谷草1650輸得遠 那堅有鳥就輸更遠 而是因為 都不關檔位的事 它八檔影響牠不是太多 你說落斑 丁冠龍那些五班馬好像很勁 那種數據 是 都要看這隻馬本身的能力 你看到這隻馬 即是萬步速 它本身的跑法跟得前一點 當你八檔都入攝到好位 那如何呢 萬步速才接近 快步速會怎樣 真是輸得淡淡淡 入到內蘭 走入直路 居前面的第三位 接著就乏力墮退 即是說步速太快 對這隻馬 都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就沒有選到牠 而龍船從前就厲害 但是現在一路退化 似乎減極分都幫不到牠 把心一橫 鄭俊偉就衝出之餘 亦都找了波鍵士騎 希望牠會近一點 但是谷草14檔 不是填草14檔 真的很難跑 1650 跟馬友王的狀況一樣 如果你按統計數據 你就會看到 這些馬在統計數據上 根本就是相當難走入三甲 所以我就不理牠 大家可以在展示傳播 可以按到 好了 講完馬友王之後 就講完這批無限驚喜 無限驚喜 都未至於我要飛去 畫了去 認為是不行的 我不是 又輸了29個馬位 30多個馬位 但是你要留意一下 這隻馬 是泥地濕泥 可能又不行 然後根本就不是放頭馬 可能都不行的 亦都走了大外碟等等的因素 這些馬雖然一再證明 作戰能力偏弱 你要畫了我都不會反對 但是留意一下 平榜完減完4分之後 或許會有些作戰能力都未能 你看海外賽職 這隻馬是跑1400都可以的 即是說什麼 氣量上應付到先 跑到200沒什麼問題 所以 不要亂因為它冷門就畫了 我知道它輸得遠 但它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真的完全沒有機會的 我覺得是後面的兩匹 一匹是電訊精英 去了一場雨石 今次跑1600試試 但是1400 它也有騎的 今次又是快步速 既然1400快步速 它也會斷 根前了 即是說什麼 即是說 其實在1600更加下風 至於勇寶區 這隻從來都沒有載職的馬 所以 還是不要看 剛剛下班 等近才再留意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 稍後還會有更多精彩節目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如果喜歡這個頻道 可以按右邊 四星龍珠訂閱 我們一會再出馬眉早晨的第二集 到時再見 拜拜